大家好我是Rex 這部影片是我去玩FF41的幾天後錄製的 我在拍Relife攤位的時候 在我前面的人瘋狂咳嗽不太口罩 所以這次我感冒或許聲音會比比較低沉一點 那今天的主題就以幾部Band 10電影為主 介紹那些你可能不知道的設定 首先或許蠻多人不知道的 但其實Band 10電影版Armitrix的秘密 也稱為變身之謎 當時是作為整部作品的結局製作的 但以製作順序來看其實是作為第四季前三集 而且說是結局 但當時在卡通頻道播放時 第四季根本還沒完結 總之後來發生了一件趣事 改變了它作為結局的設定 稍後會再提到 先說這部電影尾聲廣播提到的殭屍 實際上是來自亞諾奧摩羅的奧摩羅人 關於這個種族的介紹 我在未公開英雄的第一集影片介紹過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其中一幕在飛騰上 鑽金剛是領有特殊的 佩卓插體型的晶體 拆得一解破Rmitrix 還有在到達英克西卡星際監獄後 這位蓋文心變形有機體 並不是對範 而是計算機系統的維護工程師 畢竟唯一的反派 蓋文心變形有機體啊 只有變形魔 還有許多囚犯都想透過幹掉 壽名昭彰的烙六怪 來證明自己有多強大 所以烙六怪這時才變裝的 那所以不要小看六怪被小班打架的 Bentley的這些反派 其實都是很有含見量的 以及小班和小文 所穿上的服裝 實際上是剩下的 娜布里辛慶典服裝 娜布里辛就是轟天雷種族的母星 所以這服裝才會說是剩下的 因為該星球已經被毀滅了 那大家有注意到嗎 是從哪個時段開始 反派們開始注意到 小班擁有Armitrix的 在皮爾斯佛羅人罪犯 想知道小班為何可以變身時 是麗皮多特人罪犯說 這鐵定是Armitrix 疫情罪犯瞬間說 Armitrix是真的 那其實會有這麼多的罪犯 知道Armitrix 其實就是因為 自從小班和凱文 短暫成為銀河角鬥時候 隨著那幾場戰鬥 讓Armitrix 謠言開始迅速傳播 可想而知 小班的那幾場戰鬥 到底有多火熱 轟到了宇宙大街小巷 威魔客果然是超火熱的節目經營者 看看這些觀眾人數 真的超級多 或許是因為如此 威魔客才能在被凱文破壞後 在全面精華被修復好 繼續當節目主持人和賽評吧 下一個小設定是 Armitrix 長生的奇納星 這顆星球是處於烏戈帕塔向線 被認為是銀河系中最神秘的行星 也圍繞著他的一千則可怕的傳說 烏戈帕塔向線是一個位置的太空區域 因為沒有任何太空船 才能夠存有夠長的時間來探索他 全部的太空船都沉船啦 那大清城外城中的氣體組合 使這顆星球發出強烈的綠光 奇納星是銀河系中一些最稀有植物的家園 其中大部分是Arzmi's親自種植的 奇納星又被稱為不歸之地 從那些試圖穿越的隕石群 和永恆黑暗人所留下的數千燒沉船 就證明了這一點 Arzmi's選擇奇納星作為逃避宇宙混亂 並能夠平靜地繼續工作的地點 他和瑪雅斯發明了一種裝置 可以吸收附近所有的光線 從而在奇納星周圍創造出永久的黑暗 再加上奇納星本身周圍的大型隕石群 只會讓試圖靠近奇納星的太空船撞向隕石群 Arzmi's在Armitrips中創造了一個尋找應用的星標 如果Armitrips處於範圍內 就可以引導使用者穿過無限的黑暗 順利到達奇納星 下一個小設定是在小班搭上鑽軍鋼的小型太空艇上 有著彈跳小魚的噁心飲料 那是咕嚕咕的種族普羅托斯特人喝的咖啡 普羅托斯特人很粘稠可以隨意變形身戰 而且相當敏捷 他們似乎也是戰鬥好手 因為咕嚕咕可以輕鬆摧毀多個魔甲式的無人機 自己的身體也可以當作盾牌 透過保住其他人來保護他們不受攻擊 就算真的受到傷害也無所謂 他們具有超凡的再生能力 只去一個細胞就能生成多個細胞 但對能量攻擊比較弱 普羅托斯人Protost是改變成Protest 也就是原生生物 原生生物是其細胞具有細胞為了單細胞生物 和多細胞生物的種稱 家鄉星球是麥瑟希 麥希豆 這名字出自麥希豆大 年菌蟲類 麥瑟星是一顆超時的微星 有一款麥瑟星沼澤特餐 是連路克都愛吃的 從小班的話推斷 可能馬克也愛吃 另外麥瑟星和花瓶麥瑟星 也就是超能獸的魔物星是同一個星星的 啊對啦 在Ben 10 TV動畫中 班哥使用的虛空彈 大家還記得嗎 可以把人直接送去虛無零件 這東西就是用普羅托斯製作而成的 話說是怎麼製成的我不知道 反正他們再生能力這麼強 應該只是用細胞而已 不是用人命換的吧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 在這部電影遇到小班後 阿滋米斯才開始更常與水電工交流的 OK 那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部電影 Ben 10超時空神戰 剛好我有做過影片劇情 大家可以去看喔 總之外星英雄與中級英雄的主編劇 Don Wayne說 這部超時空神戰 原本設定是在Ben 10的主宇宙中 但隨著中級英雄登場的全新緩空 這部電影的設定就被推翻了 被貴累到了另一個時間線 但其實這部電影就有提到 威朵娜已經過世了 所以跟外星英雄的時間線也對不上 在這部作品中有提到 馬克也有一套 偽裝成水電工工具的高科技 像是聲波爆炸槌和勾爪螺絲刀 還有馬克對奇怪食物特別有胃口 不分種族在水電工中都是傳奇 對了 大家是不是會想到 在這部電影 小文會跟小班就讀同樣的學校 是因為小文一家在夏天搬到的貝爾市 等另一個地方 所以現在要跟小班讀同樣的學校 那小文在學校中都沒有用魔法 是因為想暫時放棄魔法 試圖恢復成正常人 後面打幻空時也不用 是因為受到魔盤的影響 享用也有不了 小班的外星英雄 因為暑假期間的新聞報導開始成名 小班的個性行程不是受到父母 而是馬克的影響更多 不清楚全面進化了幻空是不是 當然這部的幻空有超能力可以控制汽車 然後老破車也被破壞掉了 即使變形怪也拼不回去 所以在這個時間線 老破車也有第二代 終極英雄原本也是照著電影設定 所以登場的老破車是第二代 不過因為設定被推翻 所以目前不知道為什麼 主世界老破車會需要換成二代 那在這部電影發生的時間前 其實幻空也多次嘗試控制小班 但是被神秘的時間旅行者 也就是矛盾博士阻止了 那矛盾博士真的蠻忙的 各種時間線都要去幫忙耶 那魔盤只要通電後就會防禦力下降 很容易就被破壞掉 自從這部電影被歸到另一個時間線 他們最後的登場是在終極英雄時 小文試圖操作魔盤時有 短暫看得到這個時間線的影響 從小文的衣服就能發現 跟外星英雄第九集出現的小文小時候照片相比 衣服的設計不太一樣 下一個電影外星風暴 之後會直接出一支講劇情的 並且把後續設定補齊 現在我們直接到Ben 10 結滅外星怪好了 我有做過故事講解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啦 那Ben 10 結滅外星怪 是一部命運跟超時空盛戰完全相反的電影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這部電影是2012年3月23號首次播出 當時Ben 10 終極英雄已經接近尾聲 但還是在播放終極英雄的時期 因此編劇之一的馬特維恩解釋說 這部殲滅外星怪不是正式故事 如果你不知道馬特維恩是誰 馬特維恩是外星英雄、終極英雄還有全面進化的編劇之一 威朵納出燈場和X超人首秀就是他主編的 同時他跟主編劇The Wayne一起上大學 兩人是最好的朋友 馬特維恩對思考出外星英雄的種族名和星球名出了很多的理 那殲滅外星怪不是發生在正式的原因是 因為當時外星英雄其實說小班10歲後就放棄了手錶 也就是暑假結束後就把手錶拿了下來 所以就不可能有殲滅外星怪中回到學校上課 卻還帶著手錶的小班的 不過由於2014年Ben 10的全面進化開始播出 不論設定還解釋 小班11歲後其實還有戴著手錶 Derek就把這部電影認證為正統故事了 也正因為如此 這部劇才是嚴格上來說初代Ben 10的真正結局 因此在這部電影中提到的超巨人的種族圖庫斯塔人 火焰人的種族派羅奈星人 花香金剛的種族利皮多特人 這些名字確定為真正的官方設定了 其實說真的這部電影確實很用心 很多細節都對得上Ben 10本篇 像是阿茲米斯因為收到Armitrix的故障訊號 搭傳飛船來地球 這艘飛船其實就是在電影變身之謎的尾聲 阿茲米斯改造摩甲斯的巨大無人機 將其改造成了納燒太空船 並解釋了10歲小文天人的顏色 不再是TV的藍色 隨著年齡的成長 小文的天人會保持在這種顏色 那之後再出影片解釋天人的顏色好了 那在電影尾聲阿茲米斯說手錶會故障 是因為承載太多的天人 小文問什麼是天人 阿茲米斯回答 他們還沒跟你說啊 你很快就會知道的 果然阿茲米斯博學多文 連天人和魔法拉斯都能了解 這裡接上了外星英雄時 小文才發現自己使用的不是法力 而是天人 也有展示出鑽金剛的家鄉 已經毀滅了佩佐薩平星 並且表現出了鑽金剛對自己的家鄉有多麼的想念 或許就是因為再度見證了自己的家鄉 加強了鑽金剛想要復活家鄉的信念 暗示在外星英雄時期的再次回來 就是為了自己的家鄉佩佐薩平星 在這部電影的佩佐薩平星 比外星英雄時刻畫得更好 是很優秀的畫面表現 所以蘇赫爾達可以充足比地球大得多的佩佐薩平星 其能力十分厲害 隨地騎起來還有很多的超能力小曼並不知道 他的潛力十分之高阿 另外鑽金剛的堅絕號其外星也跟電影變身之名一樣 並且和外星英雄的造型也一樣 所以連貫性十分足夠 也不難想像為何Derek會將這部電影加入正統故事中了 因此小曼首次對抗變形模式有提到 他不是第一次對抗蓋文星變形有機體 其實就是說小曼對抗過 穿著蓋文星有機體裝甲的阿茲米斯之父 報復者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 喜歡可以訂閱再分享 我們下次見吧